大家在前天應該都有收到這個簡訊 大陸在前天發射了衛星 我们国防部发出国家级的防空警报 手机发出了警示 但是国防部的中英文 解讯内容居然把 卫星直接当成了飞弹 引发恐慌 那么现在卫星警报 发成了飞弹警报 军方跳出来 这是邱国正支持 总统府没涉入 那么来应解释 这是要保官位吗 带来看 各位那现场 我们接着邀请到立委赖世保 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是他早安 所以委员我们来看到 这个乌龙的飞弹国家级警报 现在这个火还在持续的烧 那总统府这边是已经定调 没有政治意图 其实也让大家非常的 有点意外 我就觉得总统府最喜欢 操作中共戒选 结果这一次突然定调说 这个是没有政治意图 昨天国防部也跳出来说 其实整起国家级警报 是邱国正支持发布 跟总统府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是军方要自己扛吗 军方啊 他原来看到整个民进党政府 国家的阶级全部介入 检调都记录 你可以看到那个里长 或者其他的人 只要你去大陆过 只要你被招待过吃一顿饭 他就扮你啊 用反胜多发来扮你 就整个他看到这个氛围 所有的行政部份都动起来了 为什么 要保官位啊 这个如果万一不信民进党当选 从蔡英文变成赖清德 他们的官位能不能做得稳 那这个邱国正也是这个心态啊 他就是太急着要保官位 或者求更高的位置 比如说国安会的秘书长 那因为国安会秘书长是跟总统派的嘛 那蔡英文现在派的是顾吕雄 赖清德大概不会用他 那以这个会不会 这个邱国正宁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就呼噜呼噜的 这么重大的事情 然后他自己做决定吗 就报了 我不认同 我认为有党部某些人 党部的核心告诉他 这是个机会你要用 我认为这样子 他截图来的人成绩可能很高 不知道是谁 然后他就发布了 我总统为什么要否认 这不是很好操作吗 太糗了嘛 你翻例都翻例错 人家是satellite 是卫星 你把它翻为missor 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过去一二三四来的几次 这是中共跟国外外 欧盟的国家合作 长期的合作计划 结果你巴拉讲的是中共的戒选 第一个 那欧盟国家会不会生气啊 那欧盟国家根本天高皇帝元 欧盟国家也没有对台湾主席戒选 那美国 我认为第三个是美国角色 美国讲话了嘛 你把这个这么大的乌龙 你搞不定就跟着过来 你可以想你可以想 有一个人最不寻常 两个人最不寻常 一个是舞银龙 对 跳出来 一个是口一哥 赵一翔 这两个跳出来 这两个是 大招弟弟小银爱将 小银爱将跳出来 那他怎么敢讲这个话 美国给的讯息嘛 要求要更正嘛 等于是他们两个发声 然后蔡英文在出来接他们的话 这故事就是这个样子 整个故事就是他邱国正想要戒选 想要摸他的官位 不管是保住官位 或者神官 搞出了一个大乌龙 这个大乌龙 美国不高兴 因为是中共跟欧盟的国家合作的 如果今天只单独中共的 他可以不理啊 照样 他何必一直澄清 美国要他澄清吗 美国要他澄清 所以我们这里的政府 何其可悲啊 全部受美国的控制 向东向东 向东向西也向西 美国完全介入你的选举 这样子不可以 这样子可能会影响你的选举 本来大家都一直以为说 哇不得了啊 中共的飞弹来了 那天我听说了 有部分的这个蓝军的立委 他们正在做滚东式民调的时候 发现因为这个事情 民调掉了 吓到了 吓到了 他就说啊 这个又是过去的 这个网立桥事件 周子余事件 而且更扯的 这应该就是过去两颗子弹的翻版 以前是两颗子弹 现在是一颗飞弹 所以他要塑造这样 就是说邱国正东施孝平 邱国正应该下台 来负责这个事情 否则他对国际没有办法这样交代 国际谴责啊 这是国际的合作计划 大国之间的合作计划 你怎么会把它变成是说 这样子变成一个秘密 然后变成说他要戒选 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等于一开始好像看起来 操作这个中共戒选的这个 我感觉是民进党的主轴 但为什么最后整个风向变了 美国出面了 美国出面了 那反倒变成民进党恐怕选情也会受到冲击 当然受到冲击啊 这次我认为因为美国的 因为蔡英文出来这是曾经 对 然后说这是一个乌龙的时候 美国也讲话了 那这个我想待会对他们的选情是有冲击 一定有冲击 加上现在高端 高端的事件现在才发现说原来二期以前还没有通过 他就开始生产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所以给他这么大的胆子 所以成见了 那时候他没有任何官职 他是中央的副院长 可是他主推勉力敲截 不要做第三期 全世界国家敢说没有做第二期 可以以为的只有台湾 没有其他国家 所以等于说从这一整个事件 刚才委员的解读 看起来有点像是邱国正要谋官委的阴谋论 就搞出了这场大戏最后搞得自己翻车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还有吴英农跳出来就讲话嘛 就说这次讯息怎么这么混乱 但没想到吴英农也被绿营的网军出征 这个就很正常嘛 因为这个老实讲了 賴清德他可能阵营 可能他也老神在在 他认为啊 你现在柯文哲不愿意 让 不愿意说我们来结谋 或者怎么样的说气保一下 他现在那个气口3%到5% 我们都很稳啊 然后大家联络政府可以往前走啊 柯文哲不要 他就是一定要做到底 那就是帮助民进党政府啊 对不对 所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以现在的整个局面啊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加上高端 会引起这个人民对这个蔡政府的 民进党政府的仇恨值会提高 有助于气保 气保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同质性量很高 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同质性 本来很多人觉得很高 现在看起来不高 这个不容易 但是第二个 要某一方仇恨值很高 仇恨值最高是民进党 他就在想 怎么让他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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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然应该是弃部分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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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弃掉部分的 可批的票 然后来给侯余 如果能够有效的达成 3到5% 侯余就稳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 毛贵石今天谢谢 我们看到这一整个 飞弹 真的飞弹来 然后我们的政府都不告诉人民 假的飞弹来 而我们的政府就发国家级警报 所以这一连串看起来就是整个蔡政府翻车了 整个民进党政府翻车了 所以他们赶紧定调说 哎呦呦 这个没有政治的意图 甚至还说这一切是邱国正 自己的决定 跟总统府没有关系 那所以做出来的这个大转弯之后 恐怕也是让人民 又在对蔡政府 又在对民进党政府 看破了手脚 这恐怕也会影响到 1.3大选的结果 以上我们今天解释了国会最新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Boofeel feel good orb weel recipes iNo iNo I I I iNo I I I